我是Ariel 去年冬天 我到山里面了一个学校 上了一堂不一样的课 那学校 没有桌椅 没有书本 它叫做 猎人学院 你能看到我们在哪里吗 没有 我还不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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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在哪里 有什么事吗 你好 你怎么在哪里 我想去三零民宿 三零民宿 三零民宿 你看往这边走 路口 多短 妈妈常教我 鼻子底下一条路 果然开口问 让我们顺利找到方向 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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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 injected 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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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拉令 有着一双和动物一样 锐利的眼神 猎人们 等你们很久了 是一个只需要带着一把猎刀 就可以在山里生活的猎人 也是我们这一次 猎人学院的老师 好 那我们就不要多说了 我们赶快出发好不好 好 走 好 大家 来吧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人这样去看待一座山 是那么的神圣和尊敬 猎人和山林的关系 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你们看到这边有什么不一样 有动物走过 有动物 你看部落的小朋友大概都知道 从来没有想过 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 射仙井之前 要先学会观察 动物走过的路 山羌 山羊 甚至山猪 因为不同角蹄的形状 而在石头和泥土上 产生不一样的痕迹 猎人应该也是动物学家吧 我们脱掉了鞋子 第一次真实地踩在土地上 开始假装自己是各种不同的动物 我看着拉令做陷阱 很努力地记下每一个动作和细节 可是 其实设陷阱 还真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我们的陷阱做完了 好 来 你来试试看 放 他起不来了 泡沛姐 你看 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准备我们的食物了 好不好 好 好 我 对山里的人 是相当重要 他不只是可以照明 把食物煮熟 还可以保暖 防止动物的攻击 我 似乎改变了一些生活状态 难怪 人类开始会用火后 就是走向文明的开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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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猎物 猎人是抱着感恩的心态 只是大家感恩的方式和态度不一样 我想感恩是一种谦卑 我们低着头 收获才会更多 一个好的猎人要学会什么 打猎 打猎 所以你必须要练得一身好剑法 我发现猎人虽然是捕捉动物 但是在过程中 都是带着善良的心与感谢的态度 准确的手法 并不是要表现自己有多厉害 而是要减轻动物的痛苦 我以为射箭就只是看准目标就好 可是没想到除了眼睛 还要耳朵 还要把全身的每一个感觉都要放进来 放 孩子们 恭喜你们 完成了两天的猎人之路 很辛苦 两天下来 我相信你们应该可以了解到 猎人听得懂风的声音 也知道怎么跟三对话 这里是帮你们准备的宣章 要恭喜你们完成猎人之路 上面都有刻上泰雅族的名字 每一个名字都有它很特殊的意义在 你的名字叫Face 你有一种招牌的客戍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知道 怎样跟山对话了 可是我知道我要打开我的眼睛 耳朵用我的手 我的脚 亲自去碰出山 去触摸土地 我要走进山里 才能真的认识这个藏有无尽知识的宝山 这一趟山的旅程 我好开心 当我知道的越多 我才发现 原来 我不知道的世界更大 我终于了解了这件事情了 还有好多任何兴奋的事情 等着我去挖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